我也来说一说小米这个13Ultra 这我都是我自己买的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莱卡相机 所以有莱卡相机就买了小米 结果发现了确实不错 这个颜色确实是喜欢 主要是这也没有花里护哨的东西 就这两个模式 要么精脸要么鲜艳 我一般都用经典 先说吧 现在网上传论最多是个屏幕颜色 我觉得无所谓 玩色彩的大家都知道 所见即所得 这是人类最终的追求 但是现在不可能达到 所以屏幕呢 我觉得也OK 主要看一看白色的 是两个颜色不太一样 颜色不太一样呢 这个13Ultra 它里面有个色彩分割 是个专业 我用的是专业 这个里面它就没有专业这个 没有专业这个选项 那我就也可调成生动 屏幕亮度也调掉了这亮 还是有些差异 不过无所谓 还是我刚才说的 这屏幕屏幕的这个素质呢 每个厂家生产度都不一样 我觉得不必纠结 所以我也不care 我也不关心这些事情 相反来说呢 我觉得这块新的这个屏幕 这个颜色更加淡雅一些 更加喜欢一些 这个就是一个人口味的 这个这个无所谓 我还能调成专业模式吧 第二就是这个拍照 他老是说这个 我看一下 光圈小了 这个确实有 但我说无所谓 这个因为它毕竟是个机械结构嘛 我惯性这样切换过来 这个有什么东西呢 但是你在拍照的过程中 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变过来之后 它会继续切过去 因为它后面是家电有控制的 这都无所谓 这只是一个点 无所谓 这也不是问题 我想吐槽这个点什么 真的 这个腰又有一个壳 这个环太松了 摸几下就掉 我这个什么 我拿双面胶给它沾上了 这就稳多了 这个无所谓 第二个吐槽的点啥呢 这个壳 这个温度正常的时候 捏着挺合身的 昨天我还是闲肠发热 发热之后可能是让垄缩 这个壳的捏着呢 稍微有点缝隙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让冷缩变大了 还是变形了怎么样 这个我也不敢说 无所谓 整体来说还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下面 不包 为啥 因为这个是硬壳 大家也给讲 这个要求这个壳 它属于硬壳 这个周围呢 我不太喜欢 为什么它比较光滑 它是类似于相机的这种喷沙工艺 我买这个壳 以前带着是那种硅胶壳 周围是很软的 从手感上讲 这个什么 这个小米12Ultra呢 它是这个台阶的手能摸着个冷 不太舒服 这就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缓坡形状的 哇摸着特别舒服 而且拿到手上之后呢 并没有感觉多大的 它三维是和这个12Ultra几乎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感觉无所谓 总体来说很舒服 影像部分呢 我觉得因为一直用12Ultra 我这13Ultra没有什么主要的提升 我都用主摄拍 我很少用其他的拍 其他拍也无所谓 所以说摄像我觉得还好 各方面都很快 但我觉得吧 就一点就是说 我刚收到手机的时候 它是原始的固件 屏幕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光圈选择的 1.94.0自动 然后呢 就系统提示我升级 说什么提升了摄像素质 我一升级好了 快捷光圈没了 它藏哪了呢 藏到这里面了 我每次调光圈 我还在好几个动作 很麻烦 以前我记得刚开手机 开机的时候 就在这个地方 有个光圈显示 哎呀 真是手 手欠了 给它升级了 应该体现原生系统了 这一升级好了 这光圈调着麻烦的要命 其他没了说 都是一流的素质 都非常好 喜欢 还有就是说 那个套装哈 我现在是买不到 有人说那是智商税 怎么说呢 我50块钱买了这个东西也能用 但是它没有变交 我觉得这不是智商税 这叫什么 这叫仪式感呢 人家出个什么东西 卖的贵了 就说人家是智商税 有人喜欢买就可以 那你不买也可以 说人家智商税干什么了 我也想买 买不到 我已经加了这个小米的电源了 他说有时间 他第一个给我推荐 我也就去买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两款手机都非常喜欢 还有就是这个国产屏幕 将来一定是国产屏幕的天下了 成本至上嘛 差的又不是很多 干嘛多花几百块买国外的屏 这个国内的厂商也可以多赚点钱 以后所有国进国内厂商都跟进国产屏的时候 你要去怎么黑呢 你想买三星屏买不到啊 早点适应无所谓 屏幕这个东西啊 只要亮度够 色彩不夸张 可是角度不烂 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小米加油啊 加油